房地产市场可能正在降温 但这并不意味着买家能买得起他们本地的房屋 有时候怎样找到适合你经济能力的房子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搬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艾可的幸福生活,我是艾可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这个频道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美国的人文风俗 还有世界情文趣事,生活小百科等等 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随手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您是老观众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您的小小点赞会鼓励我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就是干净世界 3w.干净world.com 这个网站上也有我的频道 名字就是艾可的幸福生活 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的新分析 上季度有32.6%的用户 希望搬到一个新的城市 与2022年第一季度相比 这个数字略有增加 当时的数字是32.3% 这也是该公司自2017年 开始追踪这个指标以来 寻求搬迁的用户所占的最大份额 经济的不确定性 高昂的估值和不断上升的抵押贷款利率 结合起来 使得美国一些城市的人 群群皆对地寻求搬迁 对用户数据的分析显示 价格昂贵的沿海城市 在夏季寻求离开的居民名单中 名列前茅 其中旧金山 洛杉矶和纽约 分别位居前三 根据Redfin对其平台上搜索的分析 以下是想离开的买家超过想搬进的买家的前20个城市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许多人急于逃离的地方 都是美国人口最密集和最昂贵的都市区 排名第二时的是路易斯安纳州的巴通鲁日 巴通鲁日以其节日 美妙的食物和文化 以及适合家庭的公园和绿地而闻名 但不幸的是 这个城市的凶杀率 据说可以与芝加哥相媲美 如果全年无情的湿度和沉穷贪婪的蚊子和火翼 还不能把你赶走 那么空虚和竞争激励的就业市场 可能会让你离开 正如一位居民 在Reddit上所说 十年前搬到这里 这个地区的魅力在六个月之内就消失了 我建议大家去其他的地方 排名第十九的是阿肯瑟州的小石城 小石城是阿肯瑟州的州府 是比尔克林顿总统图书馆的所在地 也是一个深具民权历史的地区 这里生活成本低 而且有工作机会 2018年的失业率仅仅3.1% 房屋价格也比较合理 凭就售价17.5万美元 那么小石城的居民为什么要离开呢 这个城市被称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因为它的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率非常的高 这个地区还位于美国中部的龙卷风谷 最近的一份报告说 小石城可能会有更多的龙卷风 排名十八的是加州的齐科 齐科离加州北部历史上的营火不远 有一部分是农业社区 有一部分是大学城 齐科州立大学拥有大约17000名本科生 野火可能是齐科上榜的原因之一 其他原因可能包括这个地区不断上升的暴力犯罪率 和高于贫穷水平的贫困率 虽然Redfin说许多居民急于离开 但这里的房屋净价还是很激烈 而且贫穷售价是32.8万美元 排名第17的是纽约州的希拉囚姿势 虽然水牛城的降雪声名狼藉 但这个位于纽约州北部以东150英里的城市 却获得了美国最多雪的殊荣 希拉囚姿每个季节的平均降雪量 接近124英寸 也就是超过10英尺的雪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住在这里的人 倾向于查看其他城市的房子 也许他们找的是那些不需要铲雪的地方 这里的房子便宜得令人发指 中位数的清单价格只有11.1万美元 虽然这个地区的经济一直不景气 但当地的失业率最近降至3.7% 排名第16的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 意外富翁投资者沃隆巴菲特 非常喜欢奥马哈 这是他的家乡 他在这里同一个简陋的房子里 已经住了将近60年 但居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最大城市的其他居民 显然没有这种依恋感 尽管该地区的住房市场价格低廉 房屋挂牌价中位数是22万美元 但是他们正在寻求离开 失业率是2.6% 家庭收入中位数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超过8.3万美元 所以最大的障碍应该就是奥马哈的极端天气 这里夏天很热 冬天很冷 而且冬天下很多的雪 排名第15的是欧亥俄州的带顿 在欧亥俄州西部格隆布和印第安纳伯利斯之间的带顿 房屋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并不能够阻止居民去寻找其他地方 Renifin说房屋的贫穷售价是11.5万美元 但他们通常在市场上会停留一个半月 售价比要价要低3%左右 带顿都市区一直在努力从大衰退中恢复 贫空率几乎是全国贫穷水平的三倍 最近的一份报告将带动描绘成一个鬼城 有超过16%的房屋空置 排名第14的是欧亥港州的尤金市 欧亥港州尤金市拥有瀑布和风景优美的公路 是一个真正美丽的地方 可以把这里称之为家 不幸的是居住在这个地区 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持续的梦想 住房的成本无论是租用还是购买都高得惊人 房产税也是这样 要找到一份能够支付住房成本的工作 可能非常困难 那些感到被迫收拾行李的人 急于前往伯特兰或西雅图 虽然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低 但在科技和其他新型行业 可能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排名第13的是密歇根州底特律 虽然底特律仍然是密歇根州最大的都市区 但这个城市的人口几十年来一直在萎缩 1950年底特律本身有180万人口 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67万3000左右 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 使迪特律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 但是这个行业的衰退 损害了这个地区的经济 瑞德平说 尽管盖世的一些地区正在恢复 豪华公寓也在上升 但许多这个地区的居民 还是想搬到附近的芝加哥 排名第12的是马里兰州的索尔兹伯利 对于马里兰州东海岸的索尔兹伯利 在微信啤酒厂领域声名雀起 但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名气 而且不是一个好名气 暴利和财产犯罪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公立学校在这里很糟糕 房地产市场停滞不前 收入很低 好工作很难找到 虽然索尔兹伯利的失业率和翻击率正在慢慢改善 但许多人显然认为 等待是不值得的 排名第11的是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 罗克福德提供了大量的设施 有相当好的生活成本 不幸的是 这个好消息到此为止 人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搬走 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美国最危险的城市名单上 这个地区比小时辰高出几个档次 它缺乏像样的工作机会 并且有出名昭著的糟糕的公立学校 当然住房相对实惠 但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住在这里 正如一位长期居民所建议的 不要搬到洛克福德 选择芝加哥或维斯康辛中麦迪逊的北部郊区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人们正在搬离的排名前20位的城市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第一部分 在下期节目中 我将给大家分享前10名的城市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Echo 我们下期再见